好男好女好Lucky 这个很厉害 而且超级贵 真的吗 超级贵 就是我们上网比过价钱 感谢公司投资 这个很贵 但是它很值得 因为它非常厉害 好赶快来加入我们的直播 那我们等一下 其实你在一边收听的过程当中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直接在我们的直播专区 在FB 你可以直接锁定 非地联播王的FB 那来到我们非地联播王 好男好女过日子 FB也有做连结的分享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上FB的直播 直接在我们FB的留言区里面 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有看到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在进行过程 有播歌 进广告的时间 可以回答一下 私下可以帮你解答一下疑惑 好 回来看11月星座 好 11月有几个特别的倾向 第一个水星要逆行了 水星逆行是在17号的9月32分早上 开始逆行 它会逆行到12月7号5点21分早上 才会回顺为顺行 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水星逆行并不代表一定会很严重 有在听王子说都知道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是个人脑子不清楚的人祸 那不能说是整个环境的交通上面 会出现什么意外 或人会什么 做自己 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 那你说 比如我们那么大的事 也没有水星逆行 这个就是在你自己打脸 你自己刚才说水星逆行 一定会这些事情发生 没有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不要把水星逆行看得那么可怕 但是有一个好事 就是因为 会使我们目前 我们一直都失去很多幸福感 对不对 是因为金星逆行 但这个月金星逆行 要转回顺行 在这个月 11月16号的下午的6点50分的时候 金星就会从天明座再顺行回去 回到天蝎座 所以一顺行之后 整个大环境的金融状况 或者幸福感 又会回到好一点的感觉了 就不会变更糟了 而且木星也在这个月 会即将从天蝎座进到的射手座 也就是离开了这个天蝎座 很多人祸 很多那种 不好的死亡的讯息的过程里 你看我们失去了多少人 多少有名的人 金融大师才刚离开 对不对 木星今天一些常会发生这种事 要离开了 那会在8号的时候 晚上的8点38分 进到射手座 射手座要开心了 但这个月还是有点悲伤 因为快要过生日了 是 快过生日前总是有点问题的 需要大家小心的 好吗 是 生日前一个月是特别就是 行为举止要小心一点 是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单一星座的星座运势了 就先从天蝎座开始了 天蝎座要注意 因为天蝎座刚好 木星会在这个月结束 进到天蝎座的状态 可是并不代表 对天蝎座的影响会减少 可能你第一天生的 可能在天蝎座第一天生的 可能10月下去 10月的天蝎座第一天生的 你可能会觉得运气开始慢慢的转换了 可是事实上其他的天蝎座来说还没有 对 虽然说木星座是有座 对你来说并不是完全影响 有那么大的负面影响 没有 提醒你的时候 在这个礼拜来 这个月来看 其实很多事情是你要更加积极一点 因为毕竟在生日 那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开始有很多 要去接受新的挑战 要更加加速这个过程 让自己开始去造就更多不同的未来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必要 而且应该让自己更热情去积极的去进展 使自己变得更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一直都是这段时间更需要去改变的 要热情积极 千万不要因为天气冷就归缩了 今年应该天气会很冷 听很多朋友在外地的 尤其在譬如说北京的朋友跟我讲 说现在已经一度了 很可怕 日本高山都已经在下雪了 是是是 所以今年大家会注意到 因为我们心中的热情去融化了 那个寒冬好不好 是好 这是整体部分 那感情呢 过去的感情一直会在 很容易在最近突然间营绕在心头 当然跟金星逆行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金星进到天气座又逆行回到天明座 所以这个过程会让天气座能感觉回来 过去的一些情感的伤痛或伤感 那会比较多 可是我觉得你后悔没有用 因为都已经来不及了 那天气座也不能够用后悔来面对许多问题 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好的 因为如果天气座你会后悔的话 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决绝呢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思考一下 不过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当成经验 因为等到金星顺行之后 到了下个月 12月的时候你会发现桃花运又来了 那你可能会有更多新的那种感情的表现机会 应该更热情 也要从错误中学习教训 是的 没错 好 再来射手座 射手座来看的话要注意到 因为这个月工作状态来看 你要小心 不管你在怎么用力 努力的工作 暗处总是有一些 黑暗视力 在对你默默的施展一些负面的状态 所以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不免还是要小心 是不是犯到别人的忌讳 是不是碰到别人的不开心的一些事情 不想要被人家拦指的事情 那你要稍微注意到这个事情 所以你小心不要想得罪了谁 造成一些麻烦 所以总是要安全一点 安心一点 让自己小心一些 谨慎的去面对目前的处境 会是好的 尤其是水星要逆行 因为水星逆行在射手座 所以对于射手座来说 整个工作的表现上来看 一直都有很多的那种 坐到一半卡住了 坐到一半 结果完成不了的状态出现 所以你得要有十足的把握 再去接受新的挑战 谨慎 才比较安全 好 射手座的部分 感情 感情要特别留意了 在办公室里头千万记得 不要随便乱放电 因为别人会误会 你可能真的没那个意思 但别人误会了 射手座很有这种能力吗 对对对 真的 他就是莫名其妙 遭了别人一下 说你看起来好像 有点风花雪味的感觉 感觉 可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觉得 想要增进同事之间的情感 就别人不小心 就把这个电波翻译错误 这样稍微小心一点 对 如果万一对方绝缘 对方就不想听你这些 什么鬼话 结果你还故意遭惹人家 造成可能更多的误会 那办公室上面的人际关系 会出现问题 小心点 好吧 好 这是射手座 再来摩羯座 摩羯座在这段时间 工作上要小心点 因为有点背黑锅 就是很多事情来看 可能你很积极 想要去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整个工作的过程里头 总是好像出现了一些 其他同事说的一些 风言风语 不对的话 然后也可能使得 你在过程当中 开始有点 好像要去帮别人 擦屁股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 同时也考验了 你明泽保身的能力 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许出现一些难题 出现一些问题 也许你应该让自己 接触这个问题 这个状态 逃避者能没有用 因为这段时间 逃避者能会上 后面更多的问题 尤其可能会影响到 明年整个大环境的运势 对你的影响 千万不要放弃了 就去喝酒 真的 摩文基础说是还好了 只是摩文基础说 对于目前碰到这样的处境 是很闷的 因为摩文基础说 已经快要闷半年了 这个半年的状态 对他也都是一个 处在一个很莫名的状态里头 那需要怎么样去 一解那个闷气吗 没有我觉得 等待 我一直觉得 很多事情的发生 是他道理的 摩文基础说 你只是不愿意 去面对这个事实 可是他的耐性 跟承受力很强 他总是可以面对这个状态 我所说的提醒你是说 不要逃避责任 因为逃避责任 可能会造成你最大的困扰 对 而且问题越拖越久 对对对 是的 好感情 其实我回头来想想 因为这段时间 其实对于 这几个月来看 对于摩文基础说来说 感情上面都一直提醒他们 要去为另外一半着想 那如果你回想 就是说你可能 你为对方所做的 你要心心想想看 我到底为了对方做的哪些 而不是说对方 为了你做的你做什么 你回头想想这个比例 如果说你真的做的蛮多的 那我觉得你是个 很浪漫的摩羯桌 那很棒 可是如果你做的不够多 我觉得在这个月 赶快再加强一下 因为你知道 精心力情终于回顺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 所做的任何事情 反而会有很好的成效 当然可能 你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另外一半会要求你的责任 可能你在婚姻上的责任 或者是你在感情上面 可能会提醒你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 进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你这段时间 情感上面是有去考验的 那你只要去接受 跟面对这些事情 好 再来水瓶座 工作来看的话 其实最水瓶座来说 逐渐在好转中 可是要提醒你 一件事情是说 如果你真的答应了 拜托你去完成 不要随口说说就算了 尤其年底 很多东西要结案了 对不对 很要检视了 没错没错 随便说不是能力不好 而是有些时候 太觉得 我应该表现出 我自己好像比别人厉害 比别人优越的状态 所以有些时候 可能就随便答应了 然后你原来现在 可能就不会认真 但是别人认真了 所以这个月你得要小心一点 也就是你不能够随便应付 说到要做到 对对对 就不能应付过去 所以每件事情 你得放在心上去处理 再来感情 我觉得水瓶座 在人性关心的能力 其实很强 它只是一直让自己 在跟另外一半相处 在感情相处 或者婚姻相处的过程当中 一直说出一些调侃的话而已 可是事实上 它如果说出关心的话 很重要 很好 尤其在这个月 那多去关心另外一半 都去说一些关心的话 而不是调侃 我知道你的调侃 可能是一种关心 可能是一种 你觉得有趣的 或者是好玩的 可是对方在 不开心的状态当中 你去说一些 你自己觉得 好像只是开玩笑的话 可对方是不开心的 所以这个月 一定要特别留意 如果对方的情绪状态 并不是很好 请你不要说那些 看起好像 是在跳玩笑的话 对对对 你想那个人 会造成很多麻烦 我觉得你够聪明了 所以应该不会 不要让自己犯这个错 这是在水瓶座的部分 好 接下来是双鱼座 双鱼座来看的话 不只是说你要去面对 这个月来看是这样的 其实你有很多新的机会 或者说让自己做 你新的不同的转变 这个心态上也好 立场上也好 或者环境上也好 我觉得你要 重新去改变一些状态 不要用一个 你觉得过去的状态 来思考你目前的处境 或者说 你用你一个平常的态度 去面对状况 我希望你这个月 去用新的方法 解决新的问题 或者是你用新的方法 解决过去面对的问题 那你这样的话 你在工作上面 会有很多事情 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你只要转念一想之后 你平常都觉得 我不要 这个我不想做 我现在不想做 可是你其实很清楚知道说 你只要开始 站起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可以被解决的 对 那所以你就应该 赶快站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一直认为 企鹅型 对于双鱼座来说 在11月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因为你一企鹅型之后 你还发现说 原来有那么多人 愿意帮你的忙 而你没有站起来 所以别人帮不了你 双鱼座也是内心 小剧场丰富的 所以就是赶快要脱离 你的内心小剧场了 感情 我觉得太过于 在乎问题的双鱼座来说 其实就是用人自导而已 有的时候 就会碰到一些问题 碰到一些状况 情感之间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就感觉到自己 没有被注意 没有被人家关心 没有SPA 对啊 你就觉得自己碰到问题了 然后感情碰到阻碍了 可是对方其实没什么感觉 对 发生什么事 哇 Making你太厉害了 对 没错 大部分的双鱼座人 碰到的状况就是对方 啊 有吗 我有 我有多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吗 对 没有啊 双鱼座人就自己小剧场 你看 我搞出来了 所以这个月一样啊 你何必给自己找麻烦 是 就没有那些事情 你就不要把觉得好像有问题 每一个事情都看得很严重 他昨天忘了多说一句什么话了 不要无限放大 对 那就把事情变得好像很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好吗 OK 要提醒自己 转移一下注意力 找找其他喜欢的事情去做 再来白羊座 白羊座来看的话呢 在工作上啊 你必须要了解 因为 你跟你相关的工作表现很好 因为只要跟你会的 你的职能表现 绝对可圈可点 是 绝对好的不得了 可是如果跟你没有关系的 或者是说 你不需要去多管闲事的 你就不要碰 因为在这个时候 你去多管那些闲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会多做多错 是 然后你要了解说 这个时候错可是影响很大的 因为现在在做运势的转折 因为我们早上讲说 目前在做转变的时候 其实是运势在做转折的过程 对 所以对白羊座来说 到了明年度 白羊座的运气会变好 甚至可能年底 或者说可能比较早出生的 可能三月底出生的人 可能到年底的时候 就有明显感觉到运 已经在好转了 是 那你这个时候还去多做那些 让自己很变得 到最后会变成阿杂的那些事情的时候 你何苦给自己找麻烦呢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时候 就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完成就可以了 好 感情 感情来看的话 我觉得要思考一个事情 是白羊座常常不会思考的 白羊座 我跟妳讲 其实有时候有一个好处 但我跟白羊座讲说 你的运气不好 也没有 他可能就冲过去 懂吗 我觉得不错 很好 就有阿Q精神 但是也可能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可能在感情上面 也会觉得说 感情没有问题 结果对方觉得问题很大 对 也就是说 这双鱼座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 真的真的 所以你知道 白羊座应该怎么样 要定定自己 在对方心中的精良 是 也就是说 你常常觉得说 对方很爱我 对方我很重要 对方一定是在乎我的 可是你没有想过 对方觉得 你已经快要几 没有轻重可言 你快要已经没有重量 你像空气 一样快要飘走了 突然棉花 他还没有感觉 他还没感觉 所以稍微 这个月要注意到 你要在对方心中 要有价值 你必须做出 让对方感动的行为 让对方感受到 你的重量的部分 但这不是你认为 不能拿你以为的以为 去认为对方要这么以为 你要搞清楚 要实际去感受对方 去同理对方 是的 再来金牛座 我觉得你有什么心态 去面对事情 在这个月来说很重要 因为你什么心态 就会造成什么样的成就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这段时间还是强调 因为我今年是强调 金牛座能叫合作 合作再合作 而且你知道 已经到天蝎了 为什么太阳在天蝎 木星也在天蝎 金星也要起上去到天蝎 所以对于天蝎能量很强的时候 对于金牛座来说 就是要寻求新的合作 因为你如果想要去做 你不想去跟别人分享 你不愿意去把这个事情 找到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找到寻求更多机会 去创造更多机会的话 那我觉得你会让自己 卡死在你自己 所认为的那个过程里头 所以这个月 我觉得必须要学会 重新去看待 你要去面对的事情 去有新的分享 然后不要为难自己 也不要为难别人 这很重要 好 金牛座的感情呢 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去解释误会 因为段时间 很多误会出现 也就是说 因为金牛座是一个 非常不擅长处理误会的人 原因是因为 他会觉得说 好吧 就这样子 他就忍下来了 可是这个人下来 还是没有处理掉 另外一半会觉得说 你会 那到底是怎样 对 你就算跟我吵架 也都好 你懂吗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当下 你会碰到任何问题 记得赶快回去解释清楚 你不解释清楚 就这样后面很多的困扰 就会变成 一直累积的冰山 所以这个月尤其 要多关心对方 对方讲话 一言一语 一定有他的关键 把他关键词找出来 对方如果埋怨的情绪 赶快说 对不起 我刚刚是不是做错什么 说错什么 你先道歉就没事了 不要不道歉 好不好 好 再来双子座 双子座来看 留意自己的工作立场 非常重要 因为你没有搞清楚 自己的工作立场 你可能会乱讲话 然后你可能会 乱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可能会乱讲别人的闲话 然后造成很多 你自己自身 在这个月许都困扰 你要知道 你碰到的那么多困扰 你可能会像自己 白忙一场 你懂吗 因为你这些问题 都不是你要去处理的 就你都变成 你得要去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你得要小心一点 跟他人互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事 干脆把嘴巴闭起来 努力工作就算了 好 双子座 好的 感情的部分呢 请你抓紧机会 因为这个月的感情 是你非常好的那种表现 运势好 对对对 桃花运非常好的时候 所以你要多表现 自己感情的表现 人机关系也是一样 多去跟朋友接触 然后多去跟朋友互动 多一些社交 对对对 都是对的 所以这个月的感情状态 还不错 所以你应该加紧 这个机会 赶快多些殷勤 可以多放点重心 在经营感情的部分 对 多放点电 都没有关系的 OK 好 这是双子座的部分 今天是星星王子 来跟大家分享 11月星座运势 我们还差四个星座 巨蟹座 巨蟹座 在这个月来看 工作上来说 其实应该要小心一点 因为很多事情 突然间有反转的状态 这个反转会让你错愕 可是我要讲说 这个反转其实提供了 你重新去正面处理 这个事情 这个危机的一个形象 跟能力问题 我常觉得巨蟹座人 在最大的关键是 碰到问题的时候 先退缩 这个反应跟螃蟹概念很像 螃蟹就 先缩起来了 先躲回洞里 巨蟹就躲起来了 躲回壳里 可是事实上 最强壮的螃蟹 从来不躲 因为像帝王线 是不会抖的 我的翱够大 对 因为我的肢体够大 我不需要去害怕这件事情 我可以威吓别人 所以我必须要 让自己先量到一个 把自己练到一个 能力很强大的状态 所以这段时间 其实就是一个 帮助你练到强壮的状态 所有的想法线 都必须脱壳 所以有些时候 必须要经过那个过程 那也应该使自己 才能够更强大 所以这段时间 就是那个过程 所以你会发现 你会面临一些问题跟困扰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很勇敢的 站在台面上 这个就是 我要去解决的 管你先骂了什么脏话 别管 你就是 再怎么靠腰都没关系 你把马克搬出来 这怎么靠腰 这是选举精神 但没有关系 我觉得台湾人 越挫越勇 不要害怕 站起来不要害怕 你的凹就越来越大 对 你熬那么大 你就不会被人家扛进锅子里蒸 就越来越强壮 你怕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是聚学座人去 重新让自己变得更厉害的时间点 更强壮 培养自己更强壮的时间 那感情呢 感情来看的话 我觉得应该 先处理到的问题是 聚学座人在处理感情问题的时候 最大的情形 都是用情绪处理 其实我觉得情绪没有不好 可是你可不可以用 你可不可以用好的情绪 情绪有很多种 你可不可以用正面情绪 你可不可以先把事情搞清楚 再来用情绪来处理问题 那你一旦把负面情绪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很难处理了 如果你碰到一个 对方一点 一点耐心都没有的星座的时候 那他基本上就不想跟你玩了 所以很多聚学座人 都在缅怀过去的恋情 为什么 因为你常常用情绪的状况 去处理一个感情 然后造成他 马上就要变成过去的恋情 天哪 怎么有被刺到的感觉 很爱缅怀过去的恋情 所以我觉得你要先想到的是 所有的情感 包含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强调过 因为今年木星近天一些 对于聚学座来说 其实反正是非常正面的舞台 那应该要更强 更正面的 或者是更艳丽的 更表现良好的 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那感情在这个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情 你这个时候不需要好好处理 那你下个月 其实会有新的桃花要来 那你怎么办 好好把握 对 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这个很重要 再来狮子座 好 我觉得呢 对于四座来说 我们必须提醒的就是 在这段时间工作的状况来看 从头到尾都不是难在起步 四座都懂得 都懂得什么时候要起步 但是问题是 最糟的状况是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这段时间 很多事情的状态 会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就慌乱了 或者说你就紧张了 你知道四座一慌乱 就会看得乱抓 那就会抓伤 旁边要关心的人 是 或者说正在看着你 希望给你协助的那些人 那你这个一慌乱之后呢 反而会让别人 我插不了手帮你啊 对 懂吗 所以你这个月千万记得 你要先忍下来 然后让自己重新思考 我最强的是什么地方 把我最强的地方做好 我不要表现出 每一个都很强 有时候四座人装弱 你才会让别人看到 人家对你的爱护 所以偶尔要装弱一下 对 四座人应该学会装弱 装萌一下也可以啦 好不好 猫科装萌都很可爱的 我跟你讲真的 所以要记住 要记住这个月 做好功课才能做突破 是 感情 我觉得感情的话呢 在这个月一定要真心的 关心到对方的感觉 那这个感觉其实用聊天的 用说话的就可以了 但是记住要听对方说 因为四座人常常在表达的过程当中 是说 哎呀 这个你不懂了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先批评了对方的说法 那对方想讲的话都没讲完 所以你要记住把对方 让对方把话讲完 然后呢 然后你再选择说一个很棒的话 让对方感到很开心 那这个很棒的话不是你自己以为 而是你要说到对方心感理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个情圣 因为很多视作者就觉得自己是情圣 对 不是情瘦 我是情圣 情圣 情圣 不是情圣 不是情圣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情圣的话呢 那你就要选择 你说的话是让对方真的感到心动的 而不是你自己觉得 这句话多么的风花雪月 这句话多么的美妙 多么的棒 你应该要感动 你为什么没有感动 不是这样子 好狮子座的部分 再来是处女座 处女座来说 在这个月的工作上 有非常好的转机 那转机的目的 其实是要让你转换新的想法 新的观念 或新的学习 新的跑道呢 对 甚至于新的跑道 进入新的学习 所以你要换工作都是OK的 可是问题是处女座 是一个很不喜欢 变动 对 不是 应该讲说 他不喜欢让别人觉得他在变动 但不因为他不能变动 是 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心态要接受好是 让别人看到你的变动有什么不对 你本来就应该选择好的事情而做转变 不是吗 所以这个月自己处女座 处女座的自己心态上要做点改变 而不能够老是以为说 我不能我要挤住 挤什么挤啊 本来就应该做新的改变 才不使自己变得更棒啊 就不要再挤啦 对 再挤什么呢 对不对 好感情 好 感情来看 我觉得说这段时间其实 感情如果出现状况 都可以挽救 所以你不要不去处理 当然 初女座人有时候要留意的状况是什么 有些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 都会先想说 这个不是我的错 这个是你的问题吧 好 或什么的 所以 这会让初女座人常常失去反省的能力 有时候会想到说 这个到底谁的错 就没想到自己可能有一些东西做的不对 所以这个月 其实我会觉得 初女座在很多情况下来看 面对感情的稳定的过程 也要去思考自己在感情的付出过程当中 是不是过度的苛责对方 或要求对方 你只要得到你要的获得 或你要的感觉 可能忽略对方要的感受 对 还有对方可能也希望你有的付出 对 再来天平座 天平座呢 我觉得应该这样子 因为前段时间 前段时间对天平座来说 其实会有很多的工作上的压力 尤其是变动状况 使得他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准备好 可是我觉得你不能够觉得 等到万事俱备之后 你才去进行 不行 因为其实应该要且站且走 这也是听闻说 应该重新改变了目前的状况 当你不去改变这个状态 等到你明年很多状况的变化 快到你难以接受的时候 你等到你具备好所有东西 人家已经跑完了 已经把事情做完了 你不能等到事情要具备好 所以这段时间 我觉得刚好去练习且站且走 对于工作来说是有帮助的 OK感情 行动力一定要提升 因为这段时间感情对你来说 重新掌控了提升 那个掌控的运的那个表现 好的运的表现 所以你必须要先去表达出来 表现出来 对方会不会接受的是一件事 你不去做事 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是 对 所以你应该先抓住好机会 去表现出来 OK 这个是天秤座 抓住机会是最重要的 对 12个星座 11月份的星座运势 都跟大家做了分享了 今天也谢谢王子 带来那么多的星座运势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就下个月见了 OK 拜拜 谢谢 谢谢